大家好 我們團隊是做這個 台語自動分詞與詞性標記 但是呢 核心其實是在 更核心的是在 做 台語的語料的整理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那個背景 就是 台語的語料 目前比較多的 就我們跟 那個 清大的語言所 還有中正或台大語言所的一些老師合作 他們手上 跟台語相關的研究 他們手上有的數位台語語料 其實大部分是這種 欸 等一下 弄錯了 大部分是這種 台語白話 就是它是 國字跟拼音共用的 並用的 但是 很多 從學術角度有很多那個標準的那個台語 其實是用拼音的 台羅就拼音的 但是那一類的語料其實是相對非常少的 那真正比較多的 是這一類就是 國字跟這個 來表現的那個台語料 那這一類語料 在學術界老師手上也比較多 所以 反而說 處理這一類的語料 變成是我們的目標 因為第一個它量多 然後第二個呢 在 即使它量多 但是 對於 數位的資源來講 它還是相對少的 所以用那個大數據或者是比較 LM的訓練來說的話 它的量其實仍然是不夠 所以呢 我們就是用傳統的方式去整理 蒐集 然後整理這些語料 然後先從最基本的那個段詞來開始做 那同時做段詞的時候大家也知道 就同時整理了它的 因為我們也會做磁性 所以就整理了它的磁條 磁性這類東西 那希望在 台語的語料上面能夠 累積一些比較正確性比較高的這些磁條 然後之後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應用 這邊有一些例子 比如說 這些 這幾個例子就是 用國語 沒關係 反正用了國字 但是是 是寫 大家其實有經驗啦 像那個KTV這種最多 那其實是台語 但是用國字來表 表 表示 好 然後呢 好 方法就是呢 這動機剛才也講過 方 對 這我們先跳過 方法就是呢 我們是用那個 國語的那個段詞的工具 但是呢 加 基本上就是加了台語的詞表 那這些詞表就是 就是我們在整理這些詞庫 這些語料的時候 建立起來的 那除了 那這個方法呢 是有一個依據 就是用 國語的段詞 然後搭配 閩南語的詞點 它其實效果還不錯 這是 這些 經過跟一些老師合作 那時候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們就想說 從這個角度 來把這些比較大量的這個 台語的語料先把它整理起來 那 除了磁條之外呢 還有下面 這邊下面有一些 有些例子就是 台語比較專有的這些 這些特性 我們也用規則把它 整理出來 在那個 段詞的時候可以 提高它的那個正確率 那 預期貢獻當然就是 我剛剛有講就是 把這個比較少量的語料 做精緻化或正確化 那在大語言模型裡面的話 它可以做一些協助 譬如說 不管是生成或是翻譯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 提高正確率的協助 那現有狀況的話 我們目前跟這些學術單位合作 我蒐集了 目前蒐集了 目前蒐集了 詞典類的 戲劇類的 文本 還有小說類的 這類的台語的 語料的文本 大概有 100多份 然後 目前我們完成 就我們切出來的是 有21萬句啦 那字的話大概是 平均大概是 乘以10大概是200萬字左右 那這不重複詞條 88000多個 其實如果跟國語的語料比 是蠻多的 原因是因為它 有很多同一個詞條 但是它用不同的 國字 你知道嗎 就我們自己都有經驗 就打的時候 你可能 抱歉你打的是另外一字 我打的 這一類的話 這一類的關係 所以 不重複詞條 其實相對是多的 那不管怎樣 這是一個整理的開始 就是像這一類的 詞條 我們會依據 陸續的整理起來 然後斷詞系統的量率會增加 然後 因為其實有人用 他就不能說是錯啦 尤其他現在這個 並沒有統一天下的一個 一個標準 當然有啦 當然就是比較台羅的那種 是統一天下 就是有一個官方 或是說 學術性的標準 但是 一般比較大量的這些 我們就是盡量搜 然後盡量 盡量整理 就以提高正確率為主 大概是這樣 然後 除了語料之外呢 我們也會做一個斷詞的工具 大家可以使用 然後我們的語料會放到那個 那個 Hugging Face上面 對 目前的話我先放 那 剛剛我有跟那個蔡老師聊一下 就是在 除了 因為這個 我們是從斷詞的角度 開始去一邊整理這個 詞條 然後一邊整理它的 相關的那個 語句的特性 一邊提高斷詞語 然後一邊把這些語料都 都整理起來 但是其實也有一個翻譯的需求 也是 也是很重要 就 假設如果能夠跟國語對照的話 那 這是我們的例子 就是 上面的key 就是Jason 上面key就是他原來的句子 然後我們就會 我們會 下面會有斷詞的結果 也會把那些詞 做詞性標記 然後 那這些當然會有很多錯誤 所以我們也會有人工去review它 然後再去 再去 加強它的正確率 對 所以我們整理詞 整理data的時間是花的比較多 目前是這樣子 那 對回來 那 假設如果要提供那個 跟國語對照的話呢 那可能就是上面的這些句子 都要再生成 就是要 可能人要去做一個 正確的那個國語的句子的對應 在訓練上面才會比較有幫助 好 那這個是另外討論 就是我們文本處理的時候的討論 那這個討論也是回到就是 因為它的語料本身不多 然後呢 也沒有統一的用法的情況下 所以它的混亂度比較高 然後我們有參考那個 那個禮語或俗語的那個詞點嘛 那禮語跟俗語的詞點收的非常多 像這種禮語俗語詞點收非常多 那 以前傳統的話碰到成語或是這些的話 就當作它是一個set 就斷的時候就直接斷它兩邊 中間就不管了 但是從這個台語禮語俗語的 來看的話其實不能這麼做 因為很多長句子 它還是把它放到禮語跟俗語 所以像這些長句子 我們還是去把它斷一下 因為裡面 名詞動詞還是很明顯 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概都做一些這些工作 然後 對我們就繼續把這些 我們目前收到的 180分會陸續把它處理完 後面的工作的時間會開始收斂一點 對大概是這樣 好然後這邊也有提到說 未來可以支援那個 生成或翻譯的話 可能要有一個中文對照的 句子對中文對照的句型的 的產生 這可能要人工產生 如果要保證它quality的話 保證它品質的話 然後另外就是很多KTV的這些台語歌 是我們下一個蒐集的 蒐集資料的目標 因為那個大家還蠻熟悉的 很多人會看唱歌之後都會這麼用 那樣子的詞彙會會延伸的 使用上比較多 然後這是我們蒐集到的 餘料的列表 上面是其中的時候蒐集 那目前有在增加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報告先到這邊 謝謝 那這一組是特別針對台語的語言 那我看 看看現場大家朋友有沒有什麼提問 有嗎 跟那個目前的這個大語言技術 沒有太大關係 主要還是整理資料比較多 整理那個data比較多 所以技術上的應用 在我們這個專案是相對少一點 我想問一下你們現在這些 語料的蒐集來源 我剛剛有說就是 那個 清大語言所有一些老師 然後台大語言所 跟中 來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對對對 他這邊有他這些小說 小說最多 然後戲劇 就是台語的戲劇 然後字詞點 大概是這樣 訪談的倒是沒有那麼多 然後故事集 這一類的東西 對對對 我來補充一下 我認為這個對於工程師 或對於做大語言模型開發的人來說 是非常有價值的一份資料 因為在那個像醫院 或者是在一些有客服的場域 有高齡的長者 他們使用這樣子的訪談對話過程中 比如說有一個call center 人家打電話進來 然後他表達他哪裡不舒服 他表達他哪裡疼痛 很長的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會遇到有民眾 他看了這些戲劇 看了這些歌曲之後 他才去描述他的疼痛的狀況 是怎麼樣表達的 他因為他收集了這些戲劇 或者是這些 劇本裡面的這些講法 這些台詞 然後去表達自己的狀況 因為他本來不知道 怎麼描述自己的狀況 所以像是1999 或者是像醫院的call center 或者是有任何 就是打電話進來 描述的這些語料 如果需要做這種磁性的對照 然後去理解說裡面的原因 後面交由大語言模型來處理的話 這是很好的開始啟動的資料集這樣子 例如說是八度疼這樣 對對對 類似這樣 因為痛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對 那醫生如果要做判斷 他其實也要知道 那很多新建醫生他可能 不太會講台語 但是他來看他的病人 可能他會講一些比較深色 不常見的一些描述 所以這種語言上面相關的溝通 如果有像這樣子的資料集 後面自動化要處理這些 比如說像1999 或者是像打電話去某些call center的時候 這個就是會很好的幫助工程師 可以做這一方面的開發這樣子 那還有沒有朋友 延伸的想像跟提問 大家想一下 我剛剛會問來源是因為 現在看起來multi modality 是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尤其現在新的模型 都是多模態訓練出來的 那所以如果剛剛講到KTV 他的影片他也有字幕 那這樣子去跑 會不會比這個更有效率 或是說剛剛講到那個劇本 已經被拍出來了 他是有影像有聲音 然後還有字幕 就直接拿他當原始的source去跑 會不會比較有效率 但這個另外一件事就是 版權 著作權的問題 當然我意思是說 這會不會是一個新的切入方向 對 沒錯 沒關係 的確就是這些都是我們繼續 希望蒐集到的 想要繼續蒐集處理的文本 請 就是這個預料中好像沒有看到說 教育部的台灣詞點 那我在想說就是他 因為他其實滿多常用詞 然後也會有就是華語跟台語的對照 那不知道剛剛是不是也回應到說 前面有提到的 目前跟國語 華語的對應 比較還缺乏的這個部分 對 欸 請請問一下問題 教育部的 台語的常用詞的詞點 可能期末的列表比較完整 對 期末列表比較完整 但是 欸 對 的確 那個台語詞點是我們 其中 其中應該是沒有 比較一部門 比較一部門 那裡面的 每一個對應的那個條件 可能會去 對 就是詞點本身 詞點本身本身就是 品質比較好的 因為他詞條對應解釋 所以我們都有把那個解釋都 詞條跟解釋都拿過來 拿 包含進來 對 的確是 那我來延伸也問一下 因為其實 團隊其實 參加這個 贊助計畫 或這個實踐計畫 不只提了台語 這個團隊其實還提了客語 甚至還 那所以這樣的 例如說 要不要很快分享一下 當時客語的話 是這樣的 我記著嗎 對 模式是一樣的 我回到有一張 回到有一張 很快的回到有一張 其實是方法的關係 方法是說 然後 用那個 國語的那個 段詞核心的 演算法的話 然後 如果有這些 台語或客語 那前提是 他們是用這個 國語的character去 去寫了這些文本 對 這一類的文本的話 那搭配相對應的詞條 跟它特殊結構的 整理出來的話 那的確可以 就不用特別去做一個 台語的段詞 或者是客語的段詞 或者是原住民語的段 類似 只要它用的是 很大部分是用了 國語的那個 對 方塊字 來建立它的文本的話 那搭配詞條跟 國語核心的這個段詞 是可以做一個好的 一個輸出的 這是一個方法的前提 所以 所以我們就說 因為當台語可以說到 比較多啦 以現在來講 那客語相對少 所以 我們說如果 可以延伸的前提 是以這個方法為主 那當然就是 剩下就是 不是老實講 剛剛有講就是資料 對 有資料的話 就可以 就繼續處理 對 好 那我們再來掌聲 感謝這個團隊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